当晚八点整 专门为越南党政代表团安排的撒击节目开场了 周恩来 陪同李孙等越南代表团领导人坐在第一排 后面坐着罗马尼亚的外宾 节目很精彩 拨得了外宾的震尖掌声 All the forms are so wonderful and perfect No wonder I've heard Chinese culture is so ancient and so beautiful I realized that I myself is mesmerized by this culture Definitely when I go back I need to do some research I don't know what I have to see 我的眼睛 我紧紧盯着那个老外 我怕什么 我是怕节目演到一半他走了 我倒水的时候 眼睛都往那边瞟 心里面扑腾扑腾的 精彩的节目继续进行着 当主持人爆出下一个节目魔术时 现场工作人员一下子紧张起来了 总理说要取回九龙杯 就靠这个魔术 我听了以后 我还是蒙的 想不明白 怎么就想不明白 你说难道总理要把九龙杯给变回来 怎么可能呢 魔术不都是假的吗 魔术师风度偏偏地走上舞台 手里端着一个盘子 上面遮着一块紫红色的头子 他把盘子放到桌子上 从观众行过里 击取红头子 盘子里放着三支九龙杯 当然 这是假的 魔术师从怀里掏出一支道具手枪 微笑着说 我只要枪声一响 想要杯子飞到哪里 就可以飞到哪里 It's absolute nonsense I don't believe this 哦 我好像是明白了 高 总理这招实在是高啊 话音未落 魔术师举枪朝着九龙杯 啪的就是一下 桌子上的三支九龙杯 在众目睽睽之下 凭空就少了一支 So strange I didn't see how he had that cup 去哪了 去哪了 你心里没数吗 众人正寻找九龙杯的时候 魔术师已经从台上走了下来 静止来到第四排 那位外宾坐的位置 Why Why he's coming to me Which way he cannot know that I have a cup in my bag 我当时心跳的那叫一个快啊 我心里不停地稳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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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里沒有 这好 嗨 唯一 他